最近英国王室里又掀起了一场小风波 原来 大家都以为卡米拉是那个权势滔天的王者 但实际上 她低估了凯特 没错 就是那位温柔优雅的凯特王妃 看起来 整个英王室都被她的魅力所折服 望尘莫及啊 以往 大家都认为卡米拉在王室里有着无可撼动的地位 但最近的种种迹象表明 凯特才是真正的王者 从她的精彩表现 到她的优雅举止 简直让人眼前一亮 这位聪明绝顶的凯特王妃 不仅在外交场合中游刃有余 还在家庭中展现了出色的领导力 而卡米拉 似乎没料到凯特的崛起 有点措手不及 难怪整个英王室都开始瞩目凯特 纷纷向她靠拢 这一切都让人不禁好奇 凯特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能让卡米拉都望尘莫及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这位温柔的王妃展现出如此强大的实力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令人好奇的谜团吧 凯特王妃意外失踪 全球网友炸开了锅 她的名字一夜之间红遍全球 连英国王室都惊讶不已 顿时 各种猜测谣言满天飞 网友们都成了临时侦探 追踪凯特王妃的蛛丝马迹 想要揭开这神秘失踪的真相 从英国皇室的高层到普通网友 大家都在猜测 这位风格优雅的王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人认为她可能是因为压力太大 而选择了离开公众视线 也有人猜测 她可能是因为个人问题而暂时隐退 种种猜测令人目不暇接 有观点认为 凯特王妃近期鲜少露面 可能与她所承受的压力有关 身为王室成员 她所面对的压力和公众关注是巨大的 这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因此 她可能需要适当的休息和个人空间来调整自己的状态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也有人认为 这背后可能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些留言甚至声称凯特王妃是被软禁了 或者是因为与皇室内部发生了矛盾 而被迫离开公众视线 这些猜测虽然缺乏证据 但却给了人们足够的想象空间 在2024年的英国民众调查中 凯特王妃的支持率首次登顶 超越了威廉和安妮公主 引起了惊喜 这一意外的结果让人们眼前一亮 仿佛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 总会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 对于凯特王妃的支持率飙升 有许多分析和解读 一些观察家认为 她近年来的亲民形象和扎实的公益工作 是她获得如此高支持率的关键 在民众心中树立起了良好的形象 自然也就有了如此惊人的支持率 对比而言 威廉和安妮公主在这次调查中的排名 稍显逊色 但这并不代表她们在民众心中地位下降 英国王室的成员们 各自有着不同的职责和形象 她们的支持率也会随着 时间和事件的变化而有所波动 凯特王妃的支持率飙升 可能与她近期的消失和生病有关 在这段时间里 她的离开引发了公众的担忧和好奇 而当她重新出现时 人们对她所承受的压力和挑战 有了更深的理解 英国民众对她所展现出的坚韧和努力 表示了认可 这也反映在了她的支持率上 人们对英国王室对待凯特王妃的方式 感到失望 在她消失期间 公众对王室的沉默和缺乏透明度感到不满 他们希望王室能够更加关注王室成员的心理健康 以及对待事件的公开透明度 这样才能赢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和信任 据外媒报道 凯特将于6月份重新投入公务活动 但英王室是否会临时变卦尚不确定 这一消息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和期待 凯特王妃的付出计划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预示着她可能已经康复或即将康复 准备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许多人都在期待着看到她的重返公众视线 英王室是否会临时改变计划 这一点尚不确定 可能有各种原因导致她们改变主意 比如凯特王妃的健康状况 家庭因素或者是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 威廉王子和卡米拉成为这一调查结果中 最焦点的人物 凯特的崛起令她们感到压力重重 这一调查结果引发了人们的热议和关注 威廉王子作为王室的重要成员 一直备受关注 而卡米拉作为王室的一员 她的形象和地位也备受关注 在这一次的调查结果中 凯特的崛起成为了最大的亮点 凯特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 在王室的天空中冉冉升起 她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荣誉的象征 更是她在王室内地位与影响力不断攀升的名正 对于威廉王子和卡米拉来说 这无疑是一种挑战和压力 作为王室的重要成员 她们也希望自己能够保持领先地位 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凯特的崛起给了她们一种竞争的压力 促使她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和努力 安妮公主在2023年和2024年的民意调查中表现出色 成为王室中的中流砥柱 展现了强大的影响力和魅力 她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赞赏和关注 作为王室中的一员 安妮公主一直以来都以其坚毅的性格和敬业的态度 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喜爱 在过去的两年里 安妮公主在各种场合中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她积极参与了各种公益活动和社会事务 为社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她的热情和奉献精神深深感染着人们 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支持 在民意调查中 她的支持率持续稳定 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成为王室中的一股强大力量 凯特王妃的崛起和成功对其他王室成员来说 是一个深刻的歧视 她以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赢得了尊重和认可 展示了现代王室成员应该具备的品质和素养 她的成功告诉我们 无论是身处何种地位 只要我们拥有才华、努力和坚持 就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凯特王妃与英国王室之间的关系 是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 随着英国王室的不断发展 凯特王妃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将不断提升 凯特王妃的成功和影响力提升了英国王室的形象和地位 而英国王室的支持和认可也为凯特王妃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平台 这种共同进步的精神将有助于英国王室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加繁荣昌盛 凯特王妃以其才华、努力和影响力成为了真正的王者 她的崛起和成功不仅赢得了全球范围内的尊敬和爱戴 也为英国王室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凯特王妃将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影响力 为英国王室和全球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和贡献 在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面对挑战和竞争 但是像凯特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坚持努力 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 成为真正的王者